欢迎收看宏观热点 我是刘洪 民进党民代赵天龄婚内出轨 找陆基小三的丑闻 在岛内不断发酵 最后不得不退出明年民代选举 至此民进党主席赖清德 丑组的所谓民主大联盟 已有7人因丑闻退选 相关话题 我们连线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 听听她的解读 邱毅老师您好 刘洪好 大家好 民进党民代赵天龄 日前被曝出婚内出轨 而被迫退出明年民代选举 至此赖清德所谓的民主大联盟 已有7人因丑闻退选 被讽提名的都是臭鱼烂虾 再加上民进党执政期间 大量官员陷入逃色风暴 您认为这暴露出民进党 哪些问题和本质呢 民进党的问题可严重了 赵天龄的事件 绝对不是个案 而是在民进党腐败文化之下 形成的通案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呢 第一个原因 我们都听过 权力使人腐化 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的腐化 民进党二度执政 这八年来 包山包海 吃铜吃铁 吃干麻酱 他们觉得所有权力都在他们手中 说已经腐烂到根里面了 第二个就是上下交争贼的示范效果 我打个比方 蔡英文自己有假博士 诈骗的四十年 现在英国的行政法院都证明他 根本没有参加博士论文的口试 耳带金额本身也有问题 即将要被揭发 我先预告好了 再者民进党立法机构的总召 柯建民公然养小三 还有私生子女 上下交争贼 你高居庙堂之上的人 这么胡搞乱搞 你底下的人当然有样学样 这个叫示范效果 第三个问题 就是他们认为在台湾 司法检调行政 媒体 舆论 网络 都在他们掌握中 所以有什么好怕的呢 反正有了事 也会大事化小 小事化无 有什么要紧呢 结果就形成了 刚才讲的 民进党提名的一堆人 都是烂虾烂鱼 表面上看起来人模人样 但是其实骨子里面 就是个烂虾烂鱼 好的 那么有台媒认为 桃色风暴将严重冲击 赖清德正在流失的选票 甚至牵涉到2026年 县市长选举 您对此怎么看呢 从最新的民意调查 已经看出了 对赖清德选情的冲击 赖清德单单他的支持率 在最近的这段时间 就掉了5个百分点 而如果这里面的交叉分析 以及结构分析 发现女性支持者 跌了8%到10% 跌的更多 代表很多的女性的选民 没有办法接受 民进党这样的行为 而且未来如果继续再爆发 他造成的冲击是加成的 而他对于下一次2026年 也就是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 县市长选举 那一样会有影响 赵天林这个是怎么爆发的 当然他自己自作孽 但是引爆的人是谁呢 是独派的郭贝宏 而他为什么引爆 因为他在民进党里面 他看赵天林不顺眼 郭贝宏本来是立媒民事的董事长 而他在民事被蔡英文大权独拦以后 蔡英文就把郭贝宏赶走了 郭贝宏怀恨在心 所以后来做了喜乐党 台独的这个团体的主席以后 这一次就跳出来选民意代表 好 赵天林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 赵天林的背后也有个勇言会 对啊 他是三立电视台系统的 他们会报复 当然会 所以他们也在收集独派 独派联盟的资料 同样的 郑文财在澳门的丑行 为什么会引爆 郑文财是新潮流北流的大阿哥 把他报出来的 那就是蔡英文的人 英系的人 新潮流会报复 笃定报复吧 你要真的报下去的话 我说2026年还没开始选 民进党就已经被内在的纷争 自己先搞垮了 所以这一次的事件 不能等前四次 你看到赖清德最近愁眉深索 就知道这些事情对他自己的选情 对民进党的未来 尤其是两年后的2026的 现实党选举 那真的叫影响深远 重大冲启